你叫我读聪明,也是这么读,读了十四章,说父女家,我要去给你们预备地方,预备好了就接你们到那里去。 我们都是读了,那个是天堂,那个是新叶如沙了,说主耶稣啊,你为什么预备这么久了,两千年还没有预备好啊? 我们就觉得,哇,那有的人就告诉我们,因为那个新叶如沙人太荣耀了,所以有那么多金子,有那么多的宝石,所以两千年还不够。 但是从约翰福音我们看到,那根本不是父子里的宝石,父女家就是我们这班人,来跟神的生命调成一起,建造的一起,结果成了神的居所,神也成了我们的居所。 神人互助的那个地方,才是父女家。但是,我们不领会,我们觉得这个东西,听起来很玄妙,很玄妙,也看不见。 神人互助的那个,如果今天主耶稣再爱地,变得饼,变得驴子了,那等一下我们要爱业,要这么一个变一变,那多好啊? 那我们大家都兴奋地跳了三盏高啊。但是主,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,祂所给我们的那个恩典,真正的恩典啊,是灵里面,是生命。 所以,你要想为着主的恢复,我怕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救星,主啊,我愿意在你面前更多把自己开启,好像就要我得到你更多的启示。 把你所要给人的,眼睛没有看见过,耳朵没有听见过,心里也没有想过的,都给我启发出来。 我必须求神做这一个,你如果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在今时代有分与主恢复的人,我必须求主,叫我眼睛开启,能够看见这一个更深的真理。 只有这一个是主今天祂所要在这里释放,要给他教会的。我不能够再留在那个原来的那个地方。 但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是比较难啊,比较难,特别像我这样年纪大,我就搞一个电脑,有的弟友们知道,我也想赶时髦,我也想弄个电脑。 这个电脑不大会做,搞了半天就学了这个email,还只会接,还不会送。 这个电脑里头,里面各种的用途,我都不会。 有的弟友来教,他这个老鼠啊,一按,跳这里跳那里,我也会。 他很容易,活得很难,他走了,我也不会做。 这个年纪大的人,你们原谅过,同情我们一点。 真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高峰的真理啊,我们的确也是不容易。 但是,也不要亏心。不容易是不容易。 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啊,这个用心,用简单的心来接受。 设定还是能做。 因为我们的确看见,有的年长的弟友姊妹,他们真是开窍,真是摸着属于实地。 所以求主在这里,给我们看到。 主啊,我们愿意为祢的恢复。 我们愿意在终于上往前。 我们愿意在生命上往前。 在灵上往前。 这一个是神在我们中间,给我们的盼望。 若是我们真正成为这个恢复。 地友姊妹,那启示录七个照会,那个赏赐啊,那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份。 成为我们的赏赐。 亲爱的弟友姊妹,我八国人们,在座所有的弟友姊妹,都能有一个心愿。 我不光做一个一般的基督徒。 我要在这个时代,为了迎接你的再来。 我来有份于你这个恢复。 这个有份于这个恢复。 不是我喊一喊口号。 不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够。 我来是要真正地进入你的真理。 真正地让你的生命在我里面。 活着并且长大并且写出公用。 那一个才是基督徒该有。 所有的基督徒都该有了。 那我们也愿意在其中猛来准备。 我们愿意交通这一点,求主真实施恩给我们。 我们知道弟友姊妹听了你们感觉怎么样。 我们能不能有差不多一刻钟的时间有一点分享。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事要交通。 所以这一刻钟,怕弟友姊妹认识可能一分钟, 每一位或者一分半钟不要太长。 阿们。 主耶稣。 阿里路亚。 我们是主的恢复。 要恢复真理,恢复生命。 基督教都是基督徒, 但是他们所以落下去是因为失去了真理和生命了。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恢复。 要够上神的标准。 达到他的要求来叫他喜满意足。 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同盟恩的。 都在主的恢复里。 我们要用我们的特点就是用我们的灵。 同盟恩就同阿们。 操练我们的灵。 圣经上有的我们把它恢复出来。 七日的第一日, 我们聚集在主的名里剥饼。 我们就把它恢复出来。 在这里赞美主。 圣经里没有的什么圣诞节啦, 什么复活节啦。 我们就把它恢复出去。 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过这些节。 哈利路亚。 我们要够上主的标准。 圣经里面。 圣经里面。 圣经里面。